畫面中這一台儀器就是心電圖檢測儀 只要簡單的動作就能檢測心防戰動 並由專科醫師把關判讀 篩檢出異常者 轉介到醫院心臟科進一步檢查 最後會上傳 然後像我們醫師端就可以進去 確認說這個心電圖有沒有正常或異常 我們會發正式的報告這樣子 機器大家有一個人工判讀 智慧也像大家說 這次他的判讀沒看到異常 不過因為我們也是醫生會確認 所以這圖刑我們都看到 我們會確認機器判的對不對 萬一啦 真正有民眾 讓你抓到說有心防戰動 我們就可以通知衛生所 也轉介民眾去就醫 就可以去預防這種方法 縣政府去年首次在健康好樣篩檢中 使用這一台儀器成效不錯 因此國際師子會第七專區 特別募集社會愛心 捐贈12台心電圖檢測儀給縣內12個衛生所 作為成人健檢時檢測心防戰動 以防治腦中風 我們宜蘭縣服務員很大 有的都是在南澳 頭城 在偏遠地區 要到市區去看病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所以說我跟局長我們就商談過 就是說有這麼好的儀器 我們就在每個衛生所裡面 先做一個初步的摔選 需要到城市裡面來看診的時候 才可以比較方便 縣政府表示 隨著年齡的增加 心防戰動比例也增加 腦中風的機率比較高 非常感謝師子會捐贈這一台儀器 篩檢異常者 透過早期發現 早期治療 有效預防中風的發生 目前為止篩檢了7000多位 但是有7000多位其中的109位 發現了心臟有問題 所以我們為我們的健康來把關 非常感謝我們的林俊田 林主席能夠發揮了愛心 讓社會更和諧 更溫馨 那堅證了12台的心電圖檢測儀 讓我們的健康能夠 預防生理治療來把關 宜蘭新聞記者 賴福星採訪報導